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的6月19号星期二 大家好 之前我们录了一期视频谈谈我三个新的理论 就是地铁论、俱乐部论和清训论 有网友在下方评论 然后我当时提议中国的一些资本家 一些企业家出到海外之后 应该投资搞一些中国的这种不能算民运 反正就建立自己的一个俱乐部 就是说我当时的俱乐部 建立自己的俱乐部 我当时说他们几个好处 习义是给自己买一个保险 将来自己有什么事的话 自己在海外有自己的一个舆论阵地 一个舆论平台 另外一个就是说 未来如果中国真的走入资本主义初期阶段 他们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为未来做打算 有网友评论就认为 资本家出来的话 也肯定会躲开这些像什么 郭文贵、程世元他们这些人远远的 或者像这些海外的民运比较远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中国资本家最害怕的就是中国乱 中国乱了之后 就是说会伤害到他们的财产 我觉得中国的资本家 我觉得应该怕两个 其一怕自己肥了 然后老共那边当权的 有一些权力掌握权力的人 盯上他们家的财富 对吧 没谋财害命 这是其一 怕老共就猪养肥了 杀了吃肉 其二也是的确就是害怕 中国社会就是说发生了这种动乱 我之前我也说过 就发生这种军阀割据大会战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就是说以后呢越来越多的出现这种 就比如说像前日子有这个老老兵的维权呀 还有就是说这个内涵断的被封了之后 有很多这个汽车那个在马路上就是说停住了 然后就是开始什么滴滴滴打他那个那个 打那种信号啊 后来最近这段时间又有这个这个大卡车司机是吧 成都汽车司机 这个维权呀 我相信以后的这种那个大规模的这种维权事件呢 会越来越多 甚至呢就有可能的导致了就某种的全国性的这种的示威游行 像以前六四这种规模的 那这种事情呢虽然不会就是说引起就是说内战战争 但是呢也会呢如果多了的话范围广了范围大了的话呢 有点像这个阿拉伯之春那种呢 实际上对社会的这个社会稳定也是有冲击的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呢形成这种无政府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他们重新这种洗牌了之后呢 就是说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可能会导致权力的重新洗牌 那权力的重新洗牌可能就导致这个财产的这个财富的重新的这种洗牌 对资本家的冲击呢肯定的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来讲呢就是说 我觉得笨的资本家 现在来讲呢就应该逃避这些东西 把就好像这个鸵鸟一样 把自己脑袋埋在沙漠里 就是说呢我不看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不存在 就不会出现 那聪明的资本家呢 我觉得企业家呢就应该呢 直面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呢本来就存在 中国现在就是像一个高压锅一样 不断的呢在加压 内部呢在酝酿着某一在某一种东西 就是说这种 其实上呢表面上看起来呢风平浪静 其实下面呢暗潮呢凶容 他就是在酝酿着这么一场改革吧 那我觉得呢就按我们标题说 就是说这到底呢是一场呢 由这个企业家主导的一场改良运动呢 还是呢由暴命引导的那一场呢革命 那么对于企业家来讲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完完全全出于自私 对自己的这种自私的心理 或者说一种利己的心 也应该呢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当中来 来呢争取呢 对这场运动呢进行一个主导 就是说 为什么我更 我现在就越来越倾向于 由中国的这种大财阀 大企业家 大资本家来主导这场改良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这个社会上 最怕社会动荡不安的 他们呢最希望呢 就是说这场改良呢 是一种良性的改良 是一种呢比较温和的改良 因为呢是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 而如果是普通的低层的老百姓 这种所谓的暴命引导的这场革命的话 那他们最希望的什么 就是希望呢 天下大乱 材这个权力呢 重新分配 财富呢 重新分配 这样呢 他们才能够看看我能不能从中获取什么好处 是不是 那么就是说 我个人来讲呢 我更倾向于呢 资本家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普通大众呢 是有好处的 对于暴民来讲呢 是的确好像这个天下大乱了之后 某一些人 但是能得到好处的人呢 是少数 绝大多数人得到的都是不好的 就是某种程度上 可能就对现有的 就是说财富的这种分配的一种不认同 一种重新的分配 那么我觉得会伤害到呢 很多的人 得到好处的人呢 比较少 但是呢 说实话 我其实并不乐观 虽然我看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我呢 也提出我的自己的建议 但是中国呢 历来如此啊 中国几千年来 真正就是说 商人能够真正的干政 摄政的时候比较少 像李前可能 吕不伟 吕不伟之后 一些大的商人 基本上实际上都是权力的 这种衣服品 他们来主导权力 几乎就不存在了 你像沈万三什么的 实际上也是 就是说是衣服权力的 后来的很多的这些 红顶商人 实际上都是 就是说是跟随 衣服权力 而让他们反过来 对权力进行一个反作用力 其实这个作用力 非常非常的小 在中国这个几千年的 这个历史上 就是也也不多 商人真正的能够 就是说利用自己手里的财富 自己的这种财力 来影响政权 反正我能想到的 真的很少 目前这个阶段呢 我也不看好 以前这个民末的时候 这个崇祯帝嘛 以前我都讲过 说崇祯帝跟那个大臣们呢 说大家呢 你们都这么有钱 每人捐点钱出来 咱们拿着钱的 咱们开始在那个雇人 然后呢 训练士兵 咱们跟李自成干 大家都说我没钱 我没钱 别着我要钱啊 然后呢 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呢 那就行了 所有人去了之后 崇祯的意思 你们每个人捐个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或者谁家捐一半 对不对 大方点捐一半也行啊 都不愿意捐 李自成的部队进来了之后呢 就彻底行了 家里不是说 就是就有多少都是人家的 知道吗 不论说只要能翻出来的 都是人家的 然后家里就是说 别别说这个妻儿老小了 家里真的一个生活的老妈子 都不放过 你知道吧 就是就全玩 但是中国呢 资本家呢 历来呢 如此 就是这种大财阀 打资本家历来如此 就是说呢 给国家有事儿 想帮忙的时候呢 这个 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个财富 等到最后社会动乱的时候呢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从我来看 我觉得中国这个后面这个变革呀 其实比较大的可能性 还是由暴民主导的一场呢 一场革命 然后呢 很有可能就像阿拉伯春那样 暴民的主导这场革命 然后呢 军阀们呢 进来就是军事接管戒严 然后呢 可能就是走上了一条 非常怎么说呢 我觉得于社会 于国家都不是那么太 好的一条道路 因为这个阿拉伯之春 后面其实基本上都是 都是这样子 都是就是军事接管了 军事戒严 然后呢 令阻政府 但是最后呢 也不见得了 就是成功 就是说资本家们的 大财阀们的作用 没有体现出来 我觉得在中国 现在估计呢 也是如此 其实我也是很 很悲观 真的是很悲观 我 中国的企业家 都这样子 不真正的欺负到自己头上 是绝对不站出来的 其实你包括郭文贵也是 郭文贵也不是自己好好的 就是说生意做得特别成功 然后哪都特别顺 然后突然一天一拍脑门 哎呀我要为中国的民主世界 做出贡献 我说不是的 他实际上也是在国内呢 就是说 好像刚开始跟李友啊 后来跟一些谁 就闹了 闹了矛盾 然后跑到英国呢 他也是希望呢 就是说 先希望自己私下里能解决 最后实在解决不了 才最后被逼呢 走上了这条路 就以前我讲水浒的我就说 对吧 这梁山 有谁是好好的 自己家庭特幸福 自己一拍脑门上梁山的 绝大多数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对吧 中国的企业家呢 也都是这样子 现在这个事呢 没到自己头上呢 什么都不想干 知道吗 等到这个灾祸到临头了 再想想折呢 就怎么说呢 一拍两瞪眼 是吧 还有很多人呢 也是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网友 现在下面不也是都是这样说吗 就是说 人家应该躲着这才对 其实我觉得呢 正相反 是不是 道理呢 我想 其实呢 我已经讲明白了 但是能不能讲的 从能不能听得进去呢 我看也够呛 咱们最后看吧 反正我们是在美国 我呢 基本上中国只要不变好 我是绝对不回去了 我就老老实在这待着 是吧 等哪天彻底要真的变得让我满意了 我才回去 对吧 我也不是说不想回去 只是现在这种情况 怎么回去 对吧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对吧 百金之子不齐横 对吧 君子呢 不立这个威强之下 对吧 现在这种状况 我觉得怎么说呢 比较悲观的做这期视频 是比较悲观 好吗 但是我想 我刚才讲的呢 我也讲完了 好吧 你有什么补充吗 好 那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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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